当中产生的很多烦恼 就是我们在意了不该在意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在意他人对我们的看法 他人对我们的评价 他人对我们的赞美支持 或者他人对我们的诋毁和误解 这些都不是我们该在意的东西 我们该在意的是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 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善 如何让自己变得合于道合于德 当我们不停地让自己变好 身边的一切自然就会发生变化 我们在意的那些东西会让我们产生痛苦 都是在向外求 可是我们在意的是自己的提升呢 我们心中有了善道 喜欢善的人就会来 我们有了德行追求德的人就会来 一切它是水道取成自然而然 所以我们不去在意别人喜欢我们 还是不喜欢我们 但是我们要懂得反观自行 我们要去思考 因为通过喜欢我们的人 讨厌我们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当下的认知 当下的思维 当下的价值观 和当下的行为 从而修正自己 期术 ỉ 货 Shirley 货 Shirley